她吃人肉吃到满嘴流油 就连婴儿也不放过 上一秒还跟妃子打情骂俏 下一秒就将人做成红烧肉分为大臣吃 为啥朱灿这么喜欢吃人肉 她的下场又如何 这天朱灿正和爱飞在宫殿打情骂俏 你追我敢好不情趣 虽然朱灿满脸横肉猥琐无比 但爱飞却丝毫不嫌弃 就在她躺在怀里准备撒娇卖萌时 朱灿却问了她一个问题 知不知道世界上最美味的食物是什么 爱飞回答到龙肝凤髓 朱灿却摇了摇头说 是你 此话一出 爱飞满脸娇羞 说那自己就依了你 明眼人都看得出来她是什么意思 然而朱灿却挥手叫来的厨师 就这样不等对方反应 三下五除二做成了红烧肉 随后朱灿将得力干将全部叫过来 让他们一一品尝 如果谁猜出来是什么肉 就能生之加薪 大臣们一听就来劲了 一个说鹿肉 一个说鹤肉 朱灿看着他们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于是便告诉了正确答案 听到这话大臣们纷纷干呕 而厨子更是上前跟朱灿拼命 原来那位爱飞正是她的亲姐姐 不过很快 厨子也被杀掉做成了肉 但朱灿却一口没尝 因为男人的肉口感太差 为了能让大臣们跟自己一样迷上人肉 朱灿开始了洗脑演讲 说世间所有的肉类都没有人肉可口 有的大臣信以为真 张口细细品尝 有的大臣不敢下嘴 等待他的就是死路一条 在这样的威逼力右下 上只大臣 吓到士兵没有一个不吃人肉的 由于这样的食材随处可得 所以朱灿出兵打仗时 根本无需携带粮草 只要攻破一座城池 他们的首选不是鸡鸭牛羊 也不是金银财宝 而是黎民百姓 将其一个个羊肉串一样 用绳子牵在一起 为了能制作出最完美的口感 朱灿还下达了不少招人启示 各地厨师进行考核 谁能将人肉做得最可口 那就会成为贴身金牌厨师 并且在选择食材的时候 朱灿会优先考虑长相貌美的 他认为长得好看的人 做出来的肉口感也不会差 而那些年老体弱的人 就会优先淘汰 这里的淘汰不是放人一马 而是留给底层的士兵食用 反正没人能逃离朱灿的虎口 但相比于美女和老人 孩子才是她的第一选择 甚至史书上都有记载 朱灿常征小儿以为善 美食必杀小儿 此虎狼所不为 而人未知乎 在朱灿看来 这种军粮实在是太完美了 既能跟随部队移动 不耗费车辆马匹 并且男的能做苦力 女的又能解决需求 榨干架之后 又能成为美味的菜肴 可以说再找不出 第二种合适的材料 那么朱灿为何会这么的变态 其实她之前非常正常 吃的食物也非常普通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 让朱灿沾染上 这种不良嗜好的呢 女人白天被士兵取乐 晚上则被煲汤荡成军粮 由于吃人太多 食人膜朱灿还将人肉 分为三六九等 孩子肉质鲜嫩 男人肉之耐嚼 老人肉又柴又难吃 那么朱灿为何对人肉情有独钟 早年间天下纷争不断 黎民百姓别说吃饱饭 能保住命就不错了 朱灿从出生一来就挨了不少饿 后来她费尽手段 在伯州城的副县做了个小利 工资虽然很少 但也够她花了 本来朱灿就这么日复一日地生活着 直到隋朝末年时 各个地方开始发生暴乱 朝廷便派下面的人去镇压 朱灿这种没有权势的 出去只有死路一条 于是她便决定叛逃 带着一支队伍打算当个土皇帝玩玩 由于朱灿生的人高马大 说话做事也很有幸福力 因此跟着她的手下越来越多 俗话说抱团取暖 朱灿这些游戈路人马组成的队伍 如同土匪窝子一般 只要说没钱了 就出去烧杀抢掠 可以说毫无道德可言 老百姓们看到她都十分害怕 此时的朱灿不再是个受窝囊气的小利 于是便膨胀了 每次他们进攻某个村子或者部落时 就会抢抢当地的民女杀害无辜的老百姓 抢夺他们的粮食和财产 所到之处片甲不留 是妥妥的强盗 而碰到年轻力壮的男人 就会被他们冲军 如果有誓死不从的 那就只有死路一条 人的弱点就是趋利避害 在这种粗暴简单的方式下 朱灿手下的部队规模越来越大 于是她觉得自己要有一个响亮的名号 就叫做楚帝 相比于其他的起义军队 朱灿的这支队伍是臭名远扬 朝廷恨她入骨 其他的叛军队伍也不屑跟她围伍 朱灿就像是一个巨型蟑螂 让人又气又恶心 后来有队伍看不上她 开始对其进行围剿 朱灿因此损伤了不少兵力 然而她无所畏惧的个性已经形成了 依然无恶不作 此时朱灿并没有吃人肉的打算 直到后来 由于战乱百姓们根本没空种地 田地都荒芜了 粮食就没了 加上各种自然灾害降临 可以说遍地都是被饿死的百姓 朱灿当时手下还有十万大军 这一张张嘴巴都在等饭吃 她上哪弄那么多粮食呢 如果饿着肚子 士兵们还怎么打仗 到时候不得造反 朱灿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和权威 于是在某一天 她看到了一具刚刚厌弃的尸体 趁着肉质还新鲜 朱灿便有了大胆的主意 于是偷偷命人将死尸包皮煮汤 然后拿给士兵们吃 这些人早就被饿得头晕眼花 一看有肉吃 还有肉汤喝 一个个如同饿狼扑食 吃饱喝足后 士兵们才开始疑惑 这兵荒马乱的年代 连窝窝头都十分罕见 怎么会有肉呢 朱灿知道这样是瞒不下去的 于是直接说出了真相 士兵们听到自己吃了死人肉 一个个当场作呕 但朱灿却说 你们刚才不是吃得挺有劲吗 要想活下去 只有吃人肉才能保命 即便这样说 士兵们前期还是无法接受 朱灿为了能让他们吃得心安理得 于是干了一件非常炸裂的事情 他一天三顿吃人肉 还将二十万灾民当成军粮 就连自己的妃子 也被他烹饪煮熟 这就是古代第一十人魔朱灿 为了能让士兵们爱上吃人肉 他表示世间所有的肉类 都比不上同类的味道鲜美 其实朱灿之所以卖力宣传人肉的好处 主要是不想失去手中的权力 怕士兵们没力气卖命打仗 其中有些士兵始终无法接受 于是朱灿当场杀鸡儆猴 杀掉士兵煮成肉汤 其他人见了 害怕自己死后也被煮了 于是便纷纷大口吃了起来 朱灿本人更是带头吃 不过他为人非常挑剔 既然自己是老大 必须得吃点不一样的 于是他将目光瞄准在美貌女子身上 反正无论男女老少都被他品尝过 甚至还写了用餐评价 其中对女人和小孩的肉 朱灿给了五星好评 这样下来 士兵们渐渐变得麻木 当他们烧杀抢掠城池后 就算搜集到了粮食 也不想再吃了 而是将所有的俘虏全部串在一起 留在行军途中备用 为了能提升口感 朱灿还特意组建了一支厨师小队 专门研究人肉做成的各类美食 之后朱灿还举办了各种比赛 场面残忍至极 因为他带领的军队毫无道德底线 也没有管理制度约束 所以手下很疯狂 大家只要听说朱灿来了 立马卷铺盖逃走 离得有多远要多远 由于臭名远扬 不少军队联合起来开始围剿朱灿 由于他本身不服众 手下也没什么出挑的大臣 很快就被打得溃散 但最终还是没能抓到朱灿 他带人逃到了李渊身边 李渊手底下缺人 便将其封为了楚王 谁知朱灿还没干出来业绩 就将李渊的得力干将给吃了 这下他可得罪了李渊 之后便抓到了朱灿 将其游街后斩首示众 老百姓们听说过 各个高兴地手舞足蹈 可以说朱灿这种人是天理难容 有这样的下场也不奇怪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小伙伴们记得点赞加关注 我们下次见